2022最新的印尼恐怖片《撒旦的奴隶2》即将来袭 当年看第一部的时候被吓得胆战心惊依然记忆犹新 而这第二部的故事情节紧接着第一部 郊外那被恶鬼包围的房子他们再也不敢居住 父亲带着两个孩子住到了城中的公寓里面 然而事情却并没有因此而结束 大姐发现这栋公寓也处处都透露着广义 他们想要劝父亲搬离这个不祥的地方 可父亲说他们已经没有多余的钱搬家了 而且这地方还算人多就算出事了也可以找人帮忙 可之前奶奶的那个朋友却说他们的父亲有古怪 每天上班都要带着一个大皮箱 而一回来就会将皮箱塞进柜子之中 他们很想知道那皮箱里面到底藏着什么秘密 而小弟也在管理员那里找到了一份兼职的工作 他晚上需要巡逻整栋大墓 如果遇到门窗没有关好的房间还要帮忙观赏 前方马上要高能了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地上突然出现了两具尸体侧目对视着他 一阵凝冷的恐惧袭来 国狱里面到底出了什么恐怖的事情才会把大家吓成这样的 众人都争先恐后地想要逃离而去 而洛丹的小帅万万没想到 他竟然在楼梯尽头黑暗的角落里 再次看到了自己那冤魂不散的梦境